首先是非常感谢欧阳老师在现在北京处于暴风咒语 这个阶段现在应该是处于地震正中心 在这个阶段来给我们开展一个线上的讲座 欧阳老师是中央财经大学互联网经济研究院 这个也是国内可能是维俗很少的 专门成立的互联网经济研究院 互联网经济研究院的创始人之一 现在是他的副院长 欧阳老师长期是从事数字经济的研究 对数字经济有非常深刻独特的见解 我前不久也一直跟他约 我说我一直要约他来给咱们深刻的讲一讲 关于这个数字要素方面的研究 那么欧阳老师也是非常的给面子 就是说这个 然后他今天给咱们带来非常精彩的 将会是非常精彩的 他的对于这个数字经济数据要素的 他的一些深刻的一些见解 欧阳老师我就把时间交给你 然后如果有问题我们可以再问 好吧 好的 谢谢少西教授 确实我们这个交往这么长时间了 这个还是要多多这个沟通多多这个交流 一个月以前 上西教授这个约我来给大家讲一讲这个数据要素的分配的问题 当时我跟上西教授讲 我说我对这个分配的问题没有什么研究 我只有一些思想的火花 上西教授说他那你就给我们讲讲思想的火花吧 我们需要的就是一些思想的火花 这可能也是我们这个团队啊 刚才这个上西教授介绍了这个 我们这个团队啊和上西这个团队的一个比较大的区别吧 我们这个团队的一个特点就是思想的东西会多一点 不像上西老师这个团队 上西老师他们你们的技术上面很强 就是在这个做研究的技术上面要比我们要强大的多 我们的研究院这个2013年成立 是国内高等院校里面的第一家 以互联网经济命名的实体研究院 我们知道很多大学里面的所谓的研究院研究所 研究中心它就是个虚的 它就是一块牌子一个人 我们这是有十几号人马的这么一个研究院 我们的研究院自己十几号人 然后我们结合经济学院 我们学校的经济学院还有信息学院 在现在一些年轻的老师 我们以课题为载体 以羡慕以课题为载体 团结了一批 这两个院的一些年轻老师 总共有那个三十来号人吧 我们有四个团队 大致分为四个团队 这也不是 因为我们这种学术研究嘛 是简直那种民主宽松的范围 不是那种那个 行政命令似的啊 所以我们这个团队的划分也不是固定的 我也接着个机会先上西老师 报告一下我们这边的这个情况 我们一个是基础理论的研究团队 关于数字经济的一个基础理论方面的一些研究 这个方面的研究呢 很有必要 但是呢 技术理论研究的出成果确实不是那么快 也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 再一个就是金融的团队 就是数字金融的一个团队 我自己呢 从2012年开始 首先是研究电子商务 然后又在研究这个互联网金融 就是我 我是从电子商务的视角 然后进入到这个金融的这么一个领域 我本科 我研究生和硕士 研究生和博士 其实我的论文做的都是金融方面的 后来我博士后在财科所做博士后 学是财政学的 做财政学的博士后 所以我原来本来是我自己是研究财政金融的 从2012年以后呢 我转型研究了那个电子商务 是这么一个大致的来历 所以我们这个研究院的金融这个团队 是我在这个带的 再一个就是数字商务 数字商务呢 就类似于原来我们讲的电子商务 现在商务部这个基检电子商务 也讲数字商务 我们就把这个电子商务团队称之为数字商务 这里面有一个什么样的区别呢 原来讲电子商务的时候 我们比较注重的是数字技术 就是技术对于这个商务 对于这个网络零售等等的这个变化 升格为数字商务以后呢 我们不仅重视技术的这个其中的作用 也重视数据要素对其中的作用 这么一个名词 是概念的变化 在背后呢 是我们是有些这个考虑的 再一个团队就是数字贸易 数字贸易这个概念呢 目前呢 讲的话在全球范围内有 广义的和狭义的这个区分 最开始的时候用的是狭义的这个概念 讲的是通过这数字化的预定和数字化的 数字化的这个交付的方式 这个贸易叫数字贸易 那就讲了这个数字产品和数据 这一块 但是我们国家现在也越来越亲切于 讲数字贸易 它这个管义的这个概念 它不仅包括 以电子商务为代表的 实物贸易 也包括以大数据 以数据这个交易为代表的 这个数字的这个 数字的这个这个这个方面的这个贸易 我们这个团队里面 研究的 讲的这个数字贸易 特征于就研究这个数据 这个数据的交易 这个数据交易 数据定价 这一块 上期教授给我讲了 讲了一个什么道理呢 他给我讲这个 光讲我们现在光研究 数据要素的定价和交易问题 不研究这个分配问题 可能对这个问题认识 还是不够全面的 我听了他的劝 所以我我最近呢 也开始这个关注 这个数据要素的 这个收益分配的这么一个 一个问题 近几年我们的团队 10年吧 明年我们10周年 我们的团队 还是取得到不少成绩的 比如说我们 国社科 国治科 国社科 教育部社科的 重大公关课题 到目前为止 是拿了那个10线 今年拿了两线 国家社科基金的重大公关课题 至于重点课题 国家的这个社科重点课题 和一般项目 那就很多了 我们就 基本上每年都拿了不少吧 但有一条 就是我们拿了这些 基本上都是围绕着 数字经济这么一个大的范畴 来拿了这些课题 就是没有 没什么 没什么跑偏吧 我自己来这个 这一年年吧 这一年年 比较积极的研究 数据要素 这个新的要素 它对我们的电子商务 和我们数字经济 它产生的影响 后面我再向大家 做一个汇报 今天我想 从三个方面 跟大家做个分享 第一是数字经济 与数据要素 第二个是 数据要素的价值的 形成和发现 第三是数据要素的 收入分配的思考 从这三个方面 来跟大家做分享的目的 不是想告诉你们 这三个问题的答案是什么 我是想 能够对大家 有所启发 就是我可能今天讲的 是提出的是一些问题 提出的是一些 我自己思考的这个方向 但是我并没有答案 就是我跟商星老师讲的 我是一些思想的 火花在里面 要想求得答案 需要我们大家一起努力 来求得答案 我们大家一起努力 求得答案以后 自然就会形成这个领域里面的丰硕的这个成果 会成为支撑整个这个学术的学科的这个发展啊 和和这个国家这个相关政策的制定的一个很坚强的一个支撑吧 我是这么这么一个想法和这么一个目的 好吧我们先从大处这个大处找眼看看数字经济 数字经济在中央层面比较重要的系统的表述是两个是两个地方 一个一处就是这个去年10月18号 第34次集体学习的时候 总书记关于数字经济的一个论述 他这个论述发了公报 完了以后 今年2022年第二期的求数杂志 又专门把文章给发出来了 就他的这个讲话的文章给发出来了 公报里面公告的这个内容 和他发出的文章的这个内容 略微有一些差别 你仔细去去比较一下 你会发现会略微有点差别 比如说你去比较 他讲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融合发展的一块 在在求是杂志内文里面 在求是杂志内文里面 是作为两段的论述的 在这个公报里面 在就是这个集体学习公报里面 作为一段的论述的 我去举这么一个例子 他是他是有一定的有一定的这个差别的 但是这关于他讲话的全部的内容 那肯定是与这两个公开发表的 也还是有一定的这个差别的 我我不知道大家了不了解这个这么一个情况啊 就是我们中央高层的一些这个讲话 他这个和最后对外公布的时候啊 他总是会有一些那个不一样的 我举个例子啊 我在我在举个例子 在20... 你等一下我找到那个地方啊 在2018年的时候 总书记在全国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工作会议上 有一个讲话 这个讲话后来这个也公布了 公布了以后呢 在去年有庄媒出版了一本 习近平关于网络 网络全国论述的摘编 就这本书 看到吗 对就这本书 这个摘编里面 它有些这个论述 在原来公布的这个论述里面 它是不一样的 我举个例子 它讲的这个 发展数字经济 离不开一批有影响力的网线企业 要坚定不移支持网线企业 做大做钱 也要加强规范引导 促进其健康有序发展 我们有国际竞争力的企业 不是太多了 而是太少了 这句话 我们有国际竞争力的企业 不是太多了 而太少了 这句话 在此前的那个公报里面 或者 或此前的那个发文 正式发布的文章里面 总书记这个讲话的文章里面 是没有这句话的 在这个摘编里面 有这句话 当时我引用了这句话 腾讯的这个 腾讯的人还问我 你这句话从哪引过来呢 我说这句话 从总书记的网络全国 摘编里面引的 他以前没看过这句话 我说那那你去比较一下 以前他没有没有公布 没公布这句话 肯定你没没看见这句话 这很很正常这个 好吧 我就我就举这么一个 这么一个例子 第二个这个文件呢 就是我们看到的这个 十四五的数字经济的 发展这个规划 十四五的数字经济发展规划呢 我是参与讨论的 因为我此前在 参与起草 天头起草 十四五的数字 电子商务发展规划 所以十四五的 数字经济发展规划 我只是参与了讨论 还有这个十四五的 信息化发展规划 我也是参与了讨论 去没去 再去参加那个 团队的这个起草工作 也忙不过来 也没必要这么这么去做 这个十四五的数字经济的 发展规划 和总书记的这个讲话 的脉络和理念思想 是基本上是一样的 或者说换句话来讲 十四五的数字经济发展规划 就是在贯彻落实总书记 在十月十八号 第三十四次集体学习上的 一个讲话的 一个具体的这个部署 是这么一个逻辑 我们研究数字经济 我们研究这个数据要素 这两个文件 一个是总书记的 三十四次集体学习 这个是这个 十四五的数字经济发展规划 这两个文件 我们是必须要 浪熟于胸的 就是它这里面的一些提法 一些这个措辞 一些表述 我们都应该要做得 非常清楚的 由此相关的 还有这个 十四五的大数据发展规划 十四五的两化融合发展规划 十四五的人工智能发展规划 等等 这些还有这个 十四五的这个文旅方面的 这个规划等等吧 这些 这些这个 专线的这个规划里面 都或多或少的 与我们 今天的主题 数字经济 数据要素 数字技术 这些 这些 密切相关 当今我们研究 嗯 中国的经济问题 如果是说 你对 国家发布的这些政策 你不闻不问的话 不顾的话 我们的研究 有可能就是一个空中楼格 有可能就是一个自语自乐的一个游戏 所以我还是 嗯 极力的这个呼吁啊 我自己的团队和和我们今天在座的这个各位啊 要高度关注国家出台的这些政策 特别是两次会议的高 每年这个数字经济的这个政策不可能天天就有发布 但是每年有两次重要的会议是需要大家去高度 三次吧 三次重要的会议是需要大家去高度关注的 一次是中央经济公众会议 应该说近几天可能就在开这个中央经济公众会议 第二次是这个每年三月份的联会 第三次是这个每年十月份左右的十月份的左右的那个中央全会 这三次会议里面 它关于我们的所关注的领域 比如说你经济领域也好 数字经济领域也好 这里面有些什么新的提法 有些什么新的这个部署等等啊 我们这样有高度的这个敏感性 嗯 好吧 我我就是我今天是从冰冻的 有的时候是从问题的角度 从方法论的角度 跟大家来做这么一个分享 关于数字经济的这个概念 嗯 这个这个暂时在图上面这个概念 可能大家如果是搞数字经济的 都应该熟悉这个文献 都应该了解这个这种 这个这个这个 这个文章里面对数字经济的三重划分的 这么一个一个方法 我们现在讲这个数字经济 从政策层面上 是数字产业化 产业数字化 但是在在政府层面呢 你要把这个事情给讲清楚 就有必要把数字经济进行一个分层 比如说我我们现在统计局 讲核心产业 讲数字经济核心产业 是发文为五个五个内边 嗯 这个是OECD的这个这个意思 他说是三个划分 而美国 美国也是把它划分为三个 嗯 我想表达什么意思 是对数字经济 如果说我们仅仅是用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 这么一个概念来讲的话 有可能我们还不能把数字经济到底是什么 看得很清楚 所以我们也看到了这个中国信通院 中国信通院 他在提出了那个四化 提出了提出了四化 四化的一个一个架构 就是两主体一基层 一基础一保障的 这么四化的这么一个架构 四化的一个架构呢 在过去两年 过去两三年吧 地方政府在制定数字经济的发展规划 和这个我们现在看到的地方政府 我看前来看 那谁又出他的一个 哪个省 我看看是 又出他那个数字经济的这个一个政策 应该说目前 目前呢 好像是八个省份吧 出他的这个数字经济的这个 出进条例的 出进条例的 上西对 这多两天 这个上西又出他的数字经济的促进条例 八个省的应该有八个省的 八个省出他的数字经济的促进条例 这些地方政府出他的这个 促进条例和相关的政策 地柄上是按照新同院这个 连主体一基础一保障 这么四化这么一个架构 来出他的相应的这个政策 其实对这个四化这么一个架构呢 是值得删却的 至少我们在 开始在那个 在讨论 在讨论这个 十四五的数字经济发展规划的时候 不是 在讨论这个 十四五的数字经济发展规划的过程中吧 我们一开始的时候是 不太同意这个 这个架构的这个 这么一个架构这个 确实是也也有些那个 有一些那个起义吧 后来我们也看到了这个 他这个架构呢 也用了他这个架构 但是在这个体现出来没那么明显 但是我们看到最近的 这些各省份出台的数字经济的促进条例 这个架构的这个痕迹 就非常就就就非常明显了 这个 我很遗憾的这个是 在已经出台的这些数字经济的促进条例里面 有一个很重要的东西 没有 什么 我认为一个很重要是什么的 就是你数字经济的发展 一个很重要的就是市场主体是 数字平台 那是重要的市场主体吧 你发展数字经济 连市场主体这么一个重要的 重要的这个对象 你这没抓 说明我们这些 已经出台的这个数字经济的促进条例 还是没有特别抗明白 一些数字经济的发展这个规律和趋势的 也就是说我的意思 如果是说这个 你这些地方的话 如果是比较有前章性的 就应该把数字平台 要做我们一个专章 来放在你的促进条例里面 到目前我看到的这些数字经济的促进条例里面 相对而言的话 深圳的数字经济促进条例 我觉得是做的是比较有水平的 其他的大部分的省份的数字经济促进条例 基本上这些套话 实质性的东西也不是特别多 当然各个这个促进条例里面 也把这个 也谈到了这个平台 就是说没有把 没有把这个平台 作为专门的一章来进行论述 这个是我觉得是有一定的缺陷的 数字经济的这个发展 数字经济的 PK 竞争的PK 国和国之间 中国和美国的PK 各省之间的这两个PK 我觉得最大的这个PK 从面上来看啊 就是数字平台 及平台生态的这种这么一个PK 当然 从再往下来看的话 就是一个 就是一个 技术创新的这个PK 和商业模式创新的这个PK 这三个这个 这三个点 它会构成那个 数字经济竞争的一个 很重要的这个支撑 你有没有大的 有没有大的数字平台 你的技术创新怎么样 你的商业模式创新怎么样 这三个点 三个点就能支撑 你这个国家 你这个地区 数字经济发展的这个 现状或者你发展的这个潜力 你竞争的这个优势 都会在这个 在这个 在这个三个方面 这个体现出来 不管怎么样吧 这个对数字经济的这个认识嘛 它总会有一个过程 我自己来对数字经济呢 也进行了 近一两年 我进行的一些思考 因为每次你去 我去参加 国家部委的一些会议啊 或者是一些高层次的 一个会议的话 我要去做一个分享发言 我肯定要说个道德出来 我肯定要说的 说点 说点这个不一样的东西出来 所以这也倒闭着我 对我所关注的领域啊 要有新的思考 和新的新的新的这个观点 当然我的新的思考 和新的观点 并不是标新立异的 去去做这个事情 而是我还是想这个 从事物的本质 从它本身应该有的 这么一个状态 去探索 去去思考这么一个问题 我从那个层次内的角度 来讲 就像在理工科的 你现在搞技术的 都比较喜欢讲层次内 我们讲区块链 区块链认识它 有几个层次 是吧 我们讲那个 其他的元宇宙等等 我们都会这么来考虑 我是从这么一个 技术的这个层次内的 这个角度 我认为数字经济 它发展 它的一个 全方位的图景 应该是五个层次 第一个层次是 那当然我这个逻辑是 按照佩利斯的 技术经济分析方式 这么一个逻辑 我不知道大家 应该熟悉 把这个佩利斯的 这个技术经济分析方式 这个手法应该熟悉吧 我也一直在 在寻找新的理论 但我现在我还没那么大本事 我能创立一个新的理论 我们虽然有基础 理论研究团队 但是我们现在也没有拿出一套 这个我们自己的基础 理论的一些东西 来支撑我们的这个研究 在现有的这些理论里面 我看来看去 还就是演化经济学的 佩利斯的技术经济范式 对于解释 数字经济这个事情 还是有有说服力的 我不知道大家这个看过这书 这书是中文翻译版 是人民大学出版的 可能可能 市面是买是买不着的 电子版是有 能找到 网上能找电子版 根据这个技术经济分析方式 我把它分为五个层面 一个从技术到经济方式 这么一个过程以后 在经济方式这个层面 我把它分为五层 最低层的是 新基础设施层 新基础设施层 就像我们如果是说 把数字经济比喻成 一列高速的这个 和谐号的动车 那我们的基础层 就是我们的铁轨 我们原来的火车铁轨 能不能开这个高速的 这个动车呢 那当然是不行的 我们可以把原来的 蒸汽机的这个火车 比喻成工业经济 比喻成工业经济 工业经济的时候 它的这个动力是蒸汽机 它的这个铁轨是那种 原来这个旧式的这个铁轨 为了适应这个高速的 这个列车 我们的铁轨和路基 要发生这个变化 这就是一个新基础设施层 新基础设施层 主要是从这个云网端 大致上从云网端 来这么一个范畴 比如说我们发展委 2020年的时候 提出了新基建的上段类别 当然这上段类别的新基建 它也不是一成不变的 它也是这个现在先粗略的这么 宽的这么一个 一个宽件 在后面这个 过程中 要么是我们对这个 宽的这三个宽件里面 不停的这个丰富 要么是我们在这个延伸出一个新的东西来补充这么一个 一个框架 不管怎么样 我们这列这个高速的列车的行驶 它是首先是需要有一个新的基础设施的这个一个层面的 第二 第二个层面 这个层面是一个负能的一个一个一个路径一个机制 这个负能的路径和机制呢 主要是表现在新生产要素方面 新生产要素我们今天一直解 要构建以数据为关键生产要素的数字经济 数据要素 它成为我们的 关键的 生产要素 关于新经济的 关键的生产要素 到底是什么 以前我们用过很多词 在数字经济之上 之前我们用很多词 互联网经济 网络经济 信息经济 知识经济等等 我们把以前用的词 我们我们都可以把统称为 信经济吧 关于信经济的关键要素 到底是什么 在八九十两代的时候 八九十两代的时候 西方是西方这个学界有过讨论 呃 佩雷斯 比如说佩雷斯他们就认为 信经济的这个核心要素 关键生产要素是芯片 他们认为是芯片 到目前为止 我们也发现这个芯片确实还是很重要 也确实还是很重要的 呃 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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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产要素 我们国家提出 数据要素 是数字经济的 关键生产要素 这是一个重大的这个理论创新 大家不要小看这个事情 这是一个很重大的 这是一个觉得是个重大的理论创新 这需要我们那个嗯从理论上在充分的论证这个论证这个重大的这个理论创新 但是这个新生产要素层里面他不仅仅是这个数据他还有其他的比如说这个 劳动力 劳动力也发生了变化 我们现在你看那个机器人 数字人 虚拟人 等等 这个也是这个 呃 新的这个劳动力 也包括我们这个劳动力 的数字化转型 数字员工 你现在这个就业 如果是说你不懂那个呃不懂这个数字化的那个工具或者或者说对这个数字经济这个方面不是特别了解如果是经济学毕业的人 经济学的这个大学位的人你对数字经济不太了解 你在就业的时候你的获得会啥会受到歧视 你是你搞经济学你的数字经济你不了解你不是你不是歧视这个很正常了是吧 还有这个资本 资本他也在这个互联网化 比如说我们前几年的呃对这个资本无需扩张的这个呃这么一个治理 资本无需扩张的资本 我觉得那个大概率讲的就是这个互联网资本 或者说你在资本 借助互联网平台的数据流量和技术优势这么一个手段 实现了呢横线的扩张和纵线的这个这么一个控制或者是这个交叉笼和的这么一个扩张 就是这个层面我们的生产要素这个层面也发生了一个大的这个变化 再往上层就是新的生产 而且新的生态环境层发生了变化 新的生态环境层 你知道我们一直在讲的一个很重要的这个一个概念就是数字生态 数字生态 数字生态 它和我们原来的你在农贸市场 呃我自己是农村里面出生 我们在农贸市场里面它也有个生态 农贸市场也有个生态 呃比如说你那些这个卖肉的 它也会以后坚成一些联盟也会坚成一些一些生态 甚至卖菜的卖青菜的 它也也也有个他们的他们的一个生态 但是在数字社会 在这个数字经济里面的这种数字生态 像北大他们每年只在发布这个数字生态的 呃这个这个指数 腾讯也在发布这个数字生态这个指数 这个工作抓的是是对的 这个数字生态里面呢 包括了内容 你说这个消费互联网 和这个产业互联网 怎么一个融合的这个问题 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怎么深度融合的问题 数字技术与实体经济怎么融合的这个问题 呃这个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融合这个问题 去年国家社会基金发布了重大公关课题 今年国家社会基金重大公关 又发布了这么一个重大公关课题 那就说明这个问题还是很重要的吧 你连续几年都都都发布一个 基本上同同题目的这个 呃中大国家中大公关 呃 数线数字经济这个转型 迈进的这么一个新生的这个生态 也包括这个营商环境的这个改造 你比如说你现在那个 我们 越来越多人在讨论那个数字营商环境 数字营商环境 两年以前总书记在一次国际会议的 核心里面提出了以后很多人就没引起重视 嗯 这几年这个也开始引起这个重视了 因为有的有些部门在在在在这个落实的这么一个事情的 什么叫数字营商环境 很多人就没有很多人这个也很相关相关部门 一位商务商务商 学界也没引起这个关注 没有人研究没有研究这个数字营商环境 李老师我不知道李慧华 李慧华老师 我这也研究过这个问题没有 这个在网上这个是新 我认为是个新实体经济层 就是说你这个企业转型以后 它肯定是一个新型的这个企业 我们现在的处于一个转型过程之中 就是说我从企业的角度来讲 既存在没有经过转型的传统的企业 也存在经过数字化转型的新型的这个企业 当然这种二元结构的这个企业 形态 未来已经是迈向意愿的这个结构 就是数字化转型以后的这个企业 我们现在的按照工业经济时代的 商资产业的这么一个划分 工业农业服务业 这种商资产业的划分 它未来也会被消融掉 就是产业融合 目前我们看到这个产业融合 越来越越越越越越普遍 越来越深度 越来越有深度 它会朝着这个应用场景的打造 不再区分什么商资产业了 就是在这么一个应用场景里面 你可能这商资产业 各行各业都会存在 这会对我们的国民收入的这个核算体系 对各地对这个GDP的这个 这个核算的核算的 对GDP里面关于什么是价值的认定啊 和核算啊 都会提出这个巨大的这个考验 十多年以前我在南开上学的时候 我南开的一个老师柳新老师 他就是他就一直怀疑着 他一直在在说这个GDP 这个GDP都是假的 他说这个GDP有问题 这GDP的这个体系有问题的 是假的 就是对这个价值的这个衡量 是有问题的 十多年以前 他就他就在说这个 就在说说这个事情 在这个数字经济来到了这么一个时代 我们确实应该对 什么叫GDP GDP的价值怎么衡量 怎么核算 很值得去研究的一个问题 最后一个 不 我再多久说一句 众多的新型的实际企业 它就会组成一种新型的实体经济 实体经济是存在的 但是这个实体经济呢 它是一个新型的实体经济 企业可能也存在 就是尽管我们 平台化 是这个数字经济的 主流的 企业组织形式 组织形式吧 因为现在用这个概念吧 有时候就不好说 你说企业这个概念 企业这个概念 它是这个工业经济水道的一个概念 未来这个数字经济水道 是不是用这个企业这个概念 至少现在我们也不能 不能否定 大家都知道 企业为什么产生 科斯的那些论文 它讲得很清楚 企业为什么产生 企业的性质是什么 讲得很清楚 但是现在这个平台出现以后 企业的 它这个平台 我们如果是说 上新能够写一篇 平台的性质 可以跟这个 可以跟这个 这个科斯的企业的性质 相比 说明上新来的可能 获得入外经济学年龄 再往上层 就是这个 新经济形态层 我讲的这个 新经济形态层 它不 我指的不是这个 目前的工业经济 上升产业转型 一个以后的 这个新经济形态层 我指的是 一个 完全不同于 现在的这个 价值的考核 和价值的这个 恒价体系的 这个新经济形态层 比如说元宇宙 比如说数字资产 这个不是我们 原有的这个 GDP的考核体系 价值的恒联标准里面 所产生的东西 在元宇宙经济里面 在这个 在这个数字空间里面 怎么的创造价值 怎么的恒联价值 这是一个 严格意义上的 这个新经济形态层 也说从生产 消费 服务 金融 我列了这么几个方面 从这些层面 这个新的经济形态层 未来它会是一个什么样子 我不知道 但它肯定会是一个 不同于现在的 至少我们现在能够看到的 是看到的是那个 你像元宇宙经济 元宇宙和元宇宙经济 数字资产等等 这些新生的这个 新生的这个这个这个形态 那对我们是 是是有一定的这个 对未来是有一定的 这个预期的 这是我理解的这个 数字经济的这个 五个这个层次 这五个层次呢 我觉得 可以把这个 数字经济的 稍微看得透一些 就是理解的会 像我胡郎老家 包主手一样 你很隐形的把它包开 包开以后 大家会看到 会会明白一些 同时我也用这个 佩林斯的技术经济方式 对数经济发展 我分了两个时期 四个阶段 应该说这个 191991年 第一个互联盟 产生它是一个 它是一个爆发点 2010年 移动互联网的这个使用 它是推动了全球的 数字经济进入的一个 狂热的这么一个阶段 此前 互联网的使用 和数据经济发展 一开始是美国为中心的 完了以后是以欧美为中心 2010年前后的时候 移动互联网在全球的普及 它逐渐的这个 让数字经济的发展 逐渐的走出了 以美国 以欧美为中心的这么一个 经济 成为一个全球化的这个 全球化的这么一个 全球性的这么一个 一个浪潮吧 这个其中的这些 移动互联网是 起了很大的这个 作用的 到目前为止吧 关于数字经济的这个发展 首先是技术的这个导入 技术在其中起了巨大的这个作用 技术很多 其中两项技术 是数字经济发展的那个 最基础的这个技术 一个一项技术是 计算机技术 第二项技术是 互联网技术 在这个数字经济的发展的前期 我们都是 通过技术的先导性的作用 和技术对 产业实体经济的一个 应用的这么一个过程 来认识数字经济 和推动数字经济发展 在很长时间 国内外的这个学术界里面的 关于数字经济的界定里面 是没有数据要素 这么一个元素的 数据要素这个元素 进入数字经济的这个界定和内行 是在20 基本上是在2016年以后 就2016年以后 大家这个 因为中国政府提出了数据要素 这么一个理论性的这个命题 学术界也才开始 关注到数字经济 数据要素 它也是这个数字经济的 这个重要要素 而且是一个关键的要素 比如说 央行的 央行发布的金融科技的 新的试量规划里面 就明确的提出了 金融科技的发展是这个 数字技术和数据要素 双轮驱动的这么一个新的金融形态 我们这几年 也看到一些这个 一些这个文献里 也试图把数据要素 放入这个生产行数里面 当这个技术性的工作 大家都在 都在探索啊 不管怎么样 这个工作是在不断地推进 从实践层面上来看 我们看到这个 数字经济的实践的这个层面 它要快于我们理论研究的这个层面 我们理论研究 到目前为止啊 基本上是跟着实践的后面跑的 不像以前的这个研究 它能够对实践的起个引领的作用 起个指导性的这个作用 这个原因呢 可能是这个 理论工作者 对数字经济的实践啊 跟踪不够 或者这样 仓余度不高 然后这个实践发展太快 我们也跟不上 另外一个方面呢 就是我们的有些水平高的这个人 有些高理论研究高的 水平高的 也被这些大厂们挖走了 所以在这个治理以后 我也希望在大厂的 在里面这些高理论研究的 能够回归到我们学术研究里面呢 从实践层面上来看 全球发展内从2017年开始 都经历了一个治理的一个过程 我们前面几年的治理 它是一个小气候 大气候和小气候 共同的一个作用 并不是说我们国家 要打这些互联平台 其实是从2017年欧盟开始打这个谷歌以后 全球化了 全球都在对互联网的发展 和数据的发展进行一个反思和治理 所以经历了这么一个一个转折点 这个转折点呢 这个主要是这个一个制度 这个重构的这么一个过程 就是对于这个防垄断 平台治理 数据安全 隐私安全 隐私保护 资本无需扩张等等 这些问题 进行一个 进行一个制度的建设 经过这么一个过程以后 我们发 你看到没有 二十大报告里面就讲得很清楚 要加快发展数据经济 这句话什么意思 加快发展数据经济 就是说我们的治理 已经基本上结束了 这个转折点已经过去了 我们的数据经济的发展 会进入下一个时期 拓展期 就是协同阶段 协同阶段 它是一个 它是一个这个 各方都融合发展的一个 一个阶段 比如说这个 产融 产融结合 向下融合 产业互联网和 消费互联网协同发展 大中小企业融通等等 实体经济 与数字经济融合 那个数字技术与实体经济融合 等等 它是一个 在我们未来的几年 我们可以看到 可能是一个 大融合的一个阶段 这个融合的一个阶段呢 它是推动一个 协同发展的 这么一个局面的这个出现 当然最后这个 我们的技术的 它的应用 它是有利的周期性的 它会进入一个 成熟的阶段 然后下一波的这个浪潮来临 下一波的浪潮是什么呢 下一波的这个数字 技术经济分析方式的浪潮是什么呢 有人说是这个 生物技术和数字技术这个结合 我觉得还是有可能的 这是关于这个 数字经济的这个 这么一个逻辑 我在研究这个数据要素的时候呢 一开始的时候 刚才我讲到的这 我的主教师是研究这个 我想这个 我们搞经济学的 数据要素 我也知道 他不反复这个 这么几个问题 一个是确权的问题 一个是定价的问题 在一个这个 在一个这个收益分配的问题 我一开始的时候呢 我就觉得这个 确权的问题 让人家法学界去研究吧 我们经济学界 别老抢人家放 把啥放着吃了 人家还 人家还活不活是吧 就是 我们不太 我不太主张 我们经济学界的人 去研究这个确权的问题 这是 一个原因 不但研究确权的问题 第二个原因的时候 这个问题没什么意义 因为这个问题 你再去纠结的话啊 我们会错失 数字经济发展的 这个大好时机 我后面 我要讲到这个 我这 我去年 我去年在全国人大财经委的 这个会上 做了一个发言 去年全国人大财经委 当我们搞了一次 一个加快速据要素 市场建设 促进数字经济发展的 专家座团会 专家企业家座团会 我也不知道他们 怎么去找到我 而且就我是唯一的 一个高校的高校代表 我在会上 我就提出了 我们不要纠结这个 数据要素的这个 这个这个权属的问题 应该要对数据要素的 产权进行拆分 我们搞经济学的知道 这个数据 这个产权 它是一数权利 它是有四个基本的权利 首先来讲 这些产权的 所有权和使用权 在数据要素 这个问题上 是要 要进行这个拆分的 当时我提了几个观点 其中这个观点 这个得到这个 那些这个全国人大的 你家常委们的 这个积极的讨论 热烈的讨论 我发现这个 在 所有的人都发言以后 那些常委们就开始讨论了 就我提的一些问题 好像大家的 回应的是比较多的 我当时提的 除了这个之外 我还提到这个 就是数据要素的定价 必须要继续场景来进行定价 这个对场景的打造 和对场景的维护 政府和企业 要进行的合理的问题 等等 我提的 总共就提了三四个观点吧 引起他们的这个关注 上西老师他 他这个给我讲了这个问题以后呢 我也深度的思考了 就是我原来的 左边那个三个原 是我原来的思考 我觉得数据要素的研究呢 应该是研究这三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就是 怎么样这个 资源的 这么一个市场化的 一个配置的问题 资源的配置问题 是我们经济学的 这个经济学研究的 这个基本的问题 我觉得数据要素的 自发配置问题 是我们去研究的 第二个就是呢 它这个数据要素 你既然要进入 生产函数 它能提升这个效率 那怎么测度这个问题 就是你的贡献是什么 你的贡献度是多大 怎么去测度这个问题 第三个呢 就是从政治角度来 怎么在促进这个 数据要素 这个效能的发挥 的经济 机制的这个问题 我当时是 我以前的时候是 想从这三个角度来 研究这个 数据要素的问题 我也是按照这个来部署的 最近出的一些文章 也基本上按照这三个方面来 来来讲的 我这两天我也查了一下 关于数据经济和数据要素 这个问题 目前的总体上来 我们的研究是很这个缺乏的 沙西教授和黄卓 两个人提出这个 我们数据经济的高质量 发展的内行的三个层面 这个三个层面 这个提法我觉得是 比较靠谱的 也是也是也是这个 很有这个高度的 特别是这个第三个层面 简单 数据要素市场的高质量发展 这个我原来 没想到把这个数据要素市场的 高质量发展 上升到这么高的一个层面 和数据经济高质量发展 那个这么一个高的层面上来 这个对我是很有很有启发的 这个这么一个提法 最近这个做了这几 这些这个研究吧 这些研究呢 这个应该说这个 还是这个让我自己对这个问题吧 有了一定的这个深度的这个思考吧 所以我后面我就结合 我的这些思考吧 把一些思想火花 分享给大家这样 这个问题 这个这个主题吧 我想去谈一谈 数据要素的价值形成 与发现的这个问题 关于这个数据要素的形成 和形成 和发现呢 我们建立了一个 基本的这个分析框架 就是基于价值和市场评价 来贡献我们建立了一个数据要素的价值的形成 和发现的一个基本的这个框架 在那个价值的形成 你说我们零上的 个人的零上的这些数据 你怎么来恒到它的价值 这个是挺难的 对价值的这恒联和评价 可能是要基于一个数据产品 数据产品呢 数据产品它是一种那个 产权可以界定可交易的这个 的商品 我们认为 它是这个 我们数据要素市场 要交易的对线和标的 这是一个 这是一个一个基本的类似 中央提出 将数据要素纳入这个分配这个训练 并这个部署要建立健全 由市场评价贡献 贡献决定报酬的这种机制 它做了这么一个 制度上的这个安排 我们这个 我们认为这个 这一个制度安排 它是符合这个 我们国家的这个 收入分配的这么一个 大的这个 大的这么一个 大的一个背景吧 在这个数据要素的 价值的这个 形成 创 价值 价值形成的一个发现和 分配过程中 是要必须要遵守的 这么一个 这么一个制度安排 我们从 市场上看了 目前我们和 从市场上 要素市场上看的话 用于交易的这个数据产品 大约上是分为两类 一类就是初级数据产品 初级数据产品 典型的就是这个 数据API 数据云服务 技术支撑 离线数据包等等 第二类就是高级的这个 数据产品 它包括这个 可视化的 数据分析报告 等解决方案 针对这个 特定行业场景的 数据应用的 应用系统和软件 与人 与云融合的 那个各类大数据 技术这个产品 数据 本身不能当作 创造这个价值 这个理念 这个认识 大概基本上 这个形成了 就是数据 你要与 其他的这个 资本 土地 技术 传统的生产要素 先结合 要借助 算力 算法 模型 等技术手段 才能够 实现这个 倍增的这么一个效应 这个 这个问题 大家现在 基本上都 都认识 都形成了一定的 形成了一定的 这个共识了吧 数据 它其实属于一个 非生 非劳动的 非劳动的这么一个要素 关于非劳动要素 它似乎创造价值 在我国 八九十年代 理论界是曾经有一个广泛的讨论 和争论的 我南开的老师 这个 现在清华大学的蔡继民教授 他是 他是比较早的提出 这个 各类生产要素 都参与了价值创造 非劳动要素 同样参与价值创造 要素贡献 它是指的是 生产要素 在价值创造中 所做出的这个贡献 这个理念 这个观点 可能在现在看起来 不算什么 当时在八九十年的时候 这种 劳动价值论 占主流地位 主导地位的时候 这种观点的话 那是这个 那是这个 会引起这个 很多人的这个 很多人的这个 这个攻击的 数据要素的 市场评价供向的内涵呢 我觉得是应该是 数据要素在市场评价 和市场交易中 测算这个供向 形成价值 由市场评价的 数据要素 参与生产竞互动 产生的这个价值增值 外在表现就是 数据产品的 社会需求程度 和市场的这个 需求度 市场评价供向 你可以把它分为 这个直接的 和间接的 这个链化的 数据产品这个价值 一个方面 一方面 数据产品对 这场处的贡献 能够剥离与剂量 主要包括方法是两种 一个是 数理经济模型的 规范分析 比如编辑分析法 针对具体的 业务应用场景 在保障 其他要素投入 不变的情况下 测度单个改变 数据要素投入量 所带来的 这个价值的增值 第二个是 这个 纪念经济模型的 实证分析 基于 基于这个 生产效率的 这个测度方法 生产要素的 这个 数据要素的贡献 为这个 企业投入 数据要素后 生产效率提升 它引致的这个价值的增值 和这个 收集的这个 收集的这个增链 比如这个 谬了 它基于这个 814家 美国企业的相关数据 测度出 企业通过 应用大数据 平均生产率 提高了4.1% 这是一个 这篇文章里面 应该算是一个 比较好的 这个 好的这个应用吧 这是一个方面 另外一个方面 数据产品 它在特定的应用场景 和交易场景中 呈现出高度的 这个排他性 和稀缺性 我们经常有的文章检 这个数据具有 非竞争性 非排他性 这个观念 其实是值得这个 商榷的 我给我的同胞同学 清华大学的 王永教授 也讨论过这个问题 我说这个 数据具有 非竞争性 非排他性 这么一个提法 它应该是要分 场景的 并不是 所有的场景 它都 它都 它都这个 都具有 非排他性的 从这个 从这个场景不同 数据 数据产品的 这个价值 它当然 它当然 也是 也是不同的 基于这个 以上这么一个认识嘛 我们认为这个 市场价格机制 它包括这个 市场决定价格的 这个价值形成机制 和这个市场在资源配置中 起决定性作用的 这个价格作用机制 基于这个 价格和市场评价的 数据要素定价机制 它是一个价值形成 价格发现 和竞价成交的 这么一个过程 这是一个我们的 一个基本的思路 实际关系这个 我不细细的讲 因为这篇文章 我们已经发表在 改革杂志上面了 大家可以去 可以这个去 下载下载 再去读 也欢迎大家多引诱 我们这篇文章 从价值这个 数据要素价值的 形成机制来看的话 数据经过 加工 将资源价值的 转移到了 数据产品上面 数据产品 它是 数据这个资源 这个价值化的 这个主要的 这个载体 数据要素价值的 形成机制呢 它主要包括 两个方面 第一个方面是 数据价值主要取决于 它包含的 数据指令和数据链 原始数据 依托 数据价值链 完成从数据要素 数据资源要素化 到数据商品化的 价值增值过程 另外一个方面 数据要素的价值 体现在这个 使用者手里面 数据产品不能直接 创造经济和社会价值 而是基于应用产品 通过优化资源配置 影响经营决策 被证要素价值的方式 间接的创造这个价值 才就能实现了 数据的商品化 到数据的资产化的 这么一个价值的变现 还有一个情况就是 我们企业 自有的数据要素 和购买的数据产品 它是企业的这个数据资产 我刚才前几天 财政部发布了 那个征求意见稿 就是关于数据 数据资产入表的 一个征求意见稿 这个工作 应该做的 还是比较及时的吧 因为这个 你的数据 这个问题 不解决入表的 才从从从这个 从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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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才快的方面 快据方面 你不解决入表的问题 它永远是一个 一个一个 巨大的这个 一个一个障碍吧 这个层面就是 一个发现机制 我们知道这个 在期货市场里面 我我博士是研究 期货市场的 期货市场的 一个主要的功能 就是通过 公开竞价 发现价格 所以在期货市场里面 充斥着 大量的这个投机者 如果是说 这个期货市场 没有投机者的话 这个价格是 没法去发现 发现的 嗯 当然我 我不是讲这个 我们的数据要素 市场里面 也要充斥这个 投机者 要充斥这个投机者 在数据要素的 的价格发现 它首先是基于场景 和市场评价 贡献 对数据产品 供求关系的 这个反应 引导这个 和调节这个 数据产品的 这个价格 这个过程呢 可以分为 可以分为 这个四个部分 第一个是这个 基于场景的 数据产品定价 探讨 业务应用场景 和交易场景 对数据产品 价格发现的 这个影响 我们今年 在发表在 清晰东泰 那本文献中数 我就经过了 大量的这个 文献的这个 中数 才得出 这么一个结论的 场景 没有 如果是说 你一看了 这个应用场景 和交易场景 来谈这个 数据产品的 这个定价 你怎么讲 也讲不清楚 这个事情 这是我们 那个文献中数里面 一个最大的 一个发现 这个部分 基于这个 市场供求关系的 价格发现机制 探讨这个成本 市场结构 和数字技术 对数据产品 价格发现的 这个影响 第三个层面 是主流的 这个数据产品 这个定价方法 和策略 发现这个 数据产品和价格 在这个方面 像商星老师的团队 就非常有优势 因为我们 发现这个 在这个价格的 这个发现过程中 价格和产品的 这个定价过程中 博弈论 它是一个重要的工具 我们经过大量的研究 发现这个 博弈论是一个 重要的这个工具 怎么应用这个 博弈论 和模拟模型 请你分析这些方法 来发现这个 发现这个价格 和定价 对于 对这个数据 要求市场的 这个发展啊 非常重要 目前我们 数据产品的 主流的方法 和策略是 比如说 基于 会计视角的 这个定价 基于商品视角的 定价 基于数据资产 特点的这个定价 它都有它的 这个 不足的这个地方 怎么引入 新的这个技术 引入这些 数字技术 然后来打造一个 新的这个定价 这个策略 这是一个 很值得研究的 最后一个就是 数据要素 那个的 评价指标体系 数据要素 怎么来构建一个 标准化的 那个 评价指标体系 消除这个 数据用价值的 不确定性和 意志性 推动交易主体 达成这个 价值的共识 这也是有必要的 比如说 我们 什么都讲这个 嗯 什么都讲这个 个性化 然后你没有 一个规矩 在那个地方 这也 也会存在这个 存在这个问题 不管是从 交易主体来讲 还从监管方来讲 你没有一套这个 评价指标体系的话 可能还是存在这个 还是存在 存在问题的 对吧 这个 评价指标体系的 建设的思路 大致是两条 第一条就是 这个 普世性的 数据要素的 固执指标体系 第二条就是 针对特定领域 和行业的 数据要素的 那个固执体系 比如说 这个 金融 通信 医疗等等 这些这个 这些这个 电力 这些领域的 它的数据体量 也比较大 应用场景 也比较多 这些领域的 数据要素的 这个 价值体系 它的这个指标体系 它会 一定会具有一定的 这个 指导和 释放效应 最近我参加了 南方电网的 它的这个 你新的报告的 这个 一些的报告的 这个数据教授的 报告的 这个评审 也参加了 那个 光大银行的 一些的 报告的 这个评审 确实是 在这些领域里面 现在 已经开始 这个 走在这个 走在这个 前面了 最后一个 就是 数据产品的 这个 定价机制 是 你这个 价格的形成 从经济学意义上来 你价格的形成 必须还是要有一个竞价机制的存在 在这个竞价机制里面 交易平台是一个产体 竞价模型它是一个手段 竞价这个监管 是一个 是一个保障 我们国家目前的 数据产品的交易平台 主要包括大数据交易中心 行业大数据交易平台 大型互联网公司 主导创办的 数据交易平台 和第三方 数据服务商提供的 这个 这个交易平台 我也写过一条文章 关于这些交易平台 下一步应该怎么走 在 建立这个 多层次的这个 数据交易市场 这么一个大格局之下 已有这些交易平台 要活下去的话 得重新思考定位 嗯 那是另外一个话题 今天也不解了 在这个产品的 竞价模型里面 刚才我也谈到了 博弈论 它是这个 有效的这个 激励相容的 定价模型 比如说这个 博弈论里面的 斯坦伯格模型 和讨价皇家 皇家博弈 斯坦伯格模型呢 它适合于 寡头垄断的 这个市场结构 通常会发生在 买家之间 或者 呃 卖家之间 或者卖家 交易平台 买卖家之间 讨价皇家 博弈议模型呢 它适合 适用于 双面和多边的市场 这个结构 博弈主体为 参与数据交易的 买家和卖家 这个方面是 山西老师这个 长项 我就不帮没 不帮没弄斧了 我这是 从研究的角度 感觉这个方面 这个 它确实是一个 很好的一个 一个手段 我的技术能力 这个比 山西老师这个 不是 差得太远了 还有就是 这个 基于拍卖的 拍卖的 这个数据的 进化模型 这个我们在 经济学动态 这个杂志里面 经济学动态 这个杂志里面 关于拍卖的 这个经验模型 我们进行的 专门的这个 中枢 把现在现有的 那些 那些这个文献的 模型里面 我们都把它 给提炼出 提炼出来了 再一个就是 有一个 监管的 和环境的问题 就是 那有个公平 公正 公开的 这么一个 数据产品的 这么一个 定价 定价环境 就是这个 数据 你的交易 这个监管交易 这监管体系 和制度 怎么建设的问题 就是 平台 政府 行业 企业 这个多主体的 这么一个 监管模式 的这么一个 建议 你说 没有监管 那肯定是不行 但是你监管 过严的话 那肯定 也不是 最后出现 一些问题的话 也不是 所有人的 这个 想要的 这么一个 一个结果吧 这是 我关于 关于这个 第二个问题的 一个分析 再一个呢 就是 最后这个 刚才讲 从 从数据经济 到这个 到这个 它的价值 数据经济 数据经济里面的 数据要素 到达数据要素的 价值 这个和 价值 几次发现 然后在这个 你发现了价值以后 我们才能谈 这个收入分配 你不然的话 你分配什么 你分配的对象 是什么东西 所以我的第三个问题 我就想分享一下 数据要素 收入分配的 这个 的相关 的一些 这是真正的思想火化 没有 没有这个 深入的研究 前面的两个方面 我还是有深入的 前面两个话题 我还是有深入研究的 也写成了 写成了文章 关于这个 数据要素 收入分配的研究 目前来讲的话 大体上来讲 可以说是 处于一个 空白 可以 总体上来讲 是处于一个空白 就目前 你把这个 数据要素 和收入分配 这两个 关键词 你输进去 我们看到的 期刊网上的文章 就是这么几篇 就是这么 这么几篇 但是呢 这个数据要素 和收入分配 这个关系问题 它这个 重要性 我相信 现在是认识的 越来越深刻了 但是为什么 这个 没有人去研究 或者说 为什么 写不出文章来的 我认为 不好意思 我认为 主要的原因呢 还是没有 这个 目前呢 没有看到好的 这个场景 没有看到好的 这个 好的这个 应用场景 我们这个 学者 完全凭空去 去思考 和去研究 这个问题 很难写出文章来 即便写出文章来以后 这些杂志啊 在期刊啊 他也未必 未必去 未必能够认可 我不知道当时 我凭空写出一篇 那个关系 输入分配的 这么一个 吹宁论的文章 商星老师 你的 你主办的杂志 那么这个 认可的 认可的 我的这个 一些观点啊 好吧 关于这个 首先我们看了一个 从本质上来认识 这个问题 配备关系 我们对数据要素啊 参与数据分配的 来进行这个 进行这个解读的话啊 或者是要是 我们搞研究的嘛 我们喜欢要从那个 他的这个根本 本质上来来来来 来思考这个问题 首先来讲的话 分配 分配关系的这个本质是什么 生产关系的这个核心是 生产资料所有制度形式 涉及生产资料这个所有 藏有支配使用 等 等方面的一系列的 这个经济 关系 而生产资料 归随所有 由随支配 直接决定的这个分配关系 而生产那个 生产要素共向分配的 体现的是这个 要素所有者 共产者 在经济价值上的这个实现 这个从分配关系的角度来 简单讲的话 所有者和使用者 你在里面创造的价值 是不是就应该要参与分配 但是数据要素这个事情 它和以前的不一样 它这个所有权和使用权 有时候是往往要 分离的 它不仅是数据要素这个事情 这在我们现代社会里面 它很多东西啊 都在朝着这个 所有权和使用权分离 这个方线在走 比如说我们的 共享这个 共享出行里面的 共享汽车 我不讲的是 滴滴那种共享汽车 我看过一个平台 我真的没关注这个平台 他原来总部在北京 北京帐那边 我去教研过 是新加坡国际大学 计算机的一个博士 回来创业的 他建的这个平台就是 真正的这个 把这个所有权和使用权进行 拆分的汽车 共享平台 你有这个车 你出去旅游了 你经期不用 你把这个平台挂在他的车上 我有车 我有需求 我上这个平台上去发布需求 然后上这个平台 实现一个供需 这个匹配 有可能那个 给你提供车的 这个人 就是你小区的这个居民 因为他还有个 究竟原则嘛 一个车型啊 车型啊 和这个 和这个这个 距离远近啊 你提车 黄车 比较方便嘛 各种因素的一个综合的一个 算法的这个计算 计算嘛 他这个是 真正的这个贡献经济 真正的是把这个 所有权和使用权 进行的一个 一个拆分 一个做法 好 回到我们的 我们这个主题了 这个 数据要素 参与收益分配 他反映的是 数据要素的厂权 厂权者 供给者 提起这个相关的 这个资源 这个投入 因为你的数据要素 你拿出来这个原始数据 原始数据不能 原始数据 你不能这个 直接 那个 那个 那个用啊 那还要对这个原始数据 进行这个 有投入啊 有加工啊 他对这个 经济这个价值啊 和收集 报酬啊 或者是 财产权力啊 他们都应该 有他自己的主张 这个是符合这个 这个符合经济 一个规律的 从分配的环节 收入分配的环节来讲的话 收入这个分配 他实际上是处于 这个价值创造链接上的 一个层上 其下的这么一个环节 对于激活数据要素价值 释放数据生产力 能够起到这个 质减性的这个作用 你说在这个 数据这个资源的 形成这个阶段 源自多方 在业务交互过程中 共同产生的行为数据 它承担多元 主体的这个权力 数据要素 它难以独立的发挥作用 要依托场景挖掘 算法开发 等算力投入 它呈现多方的 能力互补的 这个紧密性的 这个协助这个关系 面对不同 利益主体的这个经济关系 它关键在于 协调 调动 数据要素的产权者 供应者和资源投入者的一个 它的这个积极性 建立一个这个 供赢的这么一个机制 这样的话 才能把这个数据要素 这个激活 目前我们的数据要素 市场的建设 里面出了一个 重大的问题 就是可供给的 数据产品不度 可用于交易的 数据产品不度 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 你们把这个分配机制 建好 我不愿意把我的数据 拿出来给你用啊 是吧 所以 你这个 我们讲这个数据要素 这个分配 它的内行 这两个是很重要的 一个是 理税 价值链的多元主体 这个 它的利益关系 利益关系 第二个是要建立 这个多方参与的 这个 仅力现容的 这个机制 数据要素 分配的 问题 它的核心问题 上次 在 上星老师的一个 小型演讲会上 我讲了 真的讲了这个问题 它不外乎就是 三个问题 分配主体 如何分配 分配多少 不外乎就是 这三个问题嘛 分配主体 就是谁 可以参与这个 这个分配 那 同时反过来讲 你怎么确定 这个分配主体呢 我 谁都可以讲 我有 我有 我有这个资格 参与这个分配 那你怎么认定 认定 认定它呢 这里面就 刚才讲的呢 所有权 和所有权的 分配问题等等 从理论上来讲的话 结果涉及到这个 产权理论的 这个 创新的问题 第二个 如何分配 如何分配 就是分配的模式 和机制的 这个设计的 前面 第二个部分 我讲了一些 讲了一些这个 发现价值和定价的 机制和模式 在这个 收入分配 这个环境里面 它也存在这个 模式和机制的 这个设计的 这个问题 这里面就 从理论上来讲的话 就会 前面涉及到 打错了 涉及 到这个 机制设计理论 机制设计理论 的这个问题 我 我九十年代上学的时候 我对 新制度经济学 特别这个 理念 应该说 九十年代的时候 新制度经济学的 一些中外文文献 当时的中外文文献 我基本上都读了 像这些产权理论 机制设计理论 我当时都是很熟悉的 第三个就是 分配多少 就是你分配多少 你又通识 你的标准是什么 你的依据是什么 你怎么来测量 这个测度 这个各自的 这个贡献和价值 等等啊 这个呢 当然会涉及到 这个收入分配的 理论的问题 所以 数据要素的收入分配 看起来 好像挺简单 其实是一个 非常复杂的 非常复杂的 一个问题 不说别的 就我这张图里面 剪的这个 三个核心问题 我们要把任何 一个问题 剪清楚 都不是很 都不是那么 不是那么容易的 一个事情 从 这个问题 我们在进行 这个分解 我们可以从 两个角度 从红光角度 和微光角度 来进行这个分解 红光的角度来看 我们现在这个提出了 这个 上次分配制度 这么一个框架 应该说 政府部门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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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已经这个认可了 这么一个 分配框架 这个是王嘉东 他们也提的 上次这个 呃 我把这个王嘉东 介绍给商系教授了 这个 你们两个也联系上了 这个 他们这个 做了这个 做了这个 这么一个 制度设计 这么一个制度设计 上次王嘉东 老师在的时候 我 我还不好多说 他这个 这个制度设计 大腿的方向 是对的 目前我们也看到 也地方政府啊 也在这个 采用了 慢慢也在采用了 这个上次 这个 上次的分配 呃 这这么一个 一个提法 和这个框架 当这个 上次制度框架里面 还是有很多问题 去值得去研究的 他们提的 很好的一个方向 但是怎么样 把这个上次框架 给落实到位 呃 然后怎么样 这个呃 怎么样 这个这个 这个 让让这个 让我们都能够 呃 把里面的问题 给简明白 这个也是值得 去去研究的 一个问题 时间 关系 我不长 不长开讲了啊 从微观的角度来讲 微观的角度 它是两个方面的问题 一个是这个 生产环节的 收益分配的问题 第二个是这个 流通环节的 收益分配问题 生产环节的 收入分配呢 嗯 它是讲的是 我们 要素供给的 形成阶段 数据从 无序到资源化 为参与的 一个 数据要素的 供给的 形成的一个 意义主体的 收益分配 数据的这个 采集 整理 存储等环节 坚持运维 劳动力 软硬件设备 等装置 的投入 还涉及到这个 企业内部的 薪酬的分配 那个效益的 这个分配 等等 这些东西 这是从 生产环节来讲的话 它会涉及到 这些问题 第二 从流通环节的 收入分配 流通环节 其实进入这个 要素市场 流通阶段 数据要素化 资产化 资本化 就是为这个 数据要素 进入 市场流转的 一组体 之间的 这个 一个 收入分配 这个 这个里面 涉及到的 这个流转过程中的 数据产品服务 交换 投入融资 等等环节 涉及企业间的 这个 效益分配 补权性分配 等等方式 这 结合 数据价值 创造链 全生命周期 这么一个特点 数据 要素的 收入分配 可以这个 从理论上来讲的话 这可以这么 划分成这个 生产环节的 这个 收入分配 和流通环节的 生产分配 这么两个的 大的这个 美类的 这是我的 我的一个思考 具体 具体来讲的话 你看 具体来 具体来讲的话 它就会设计到 一个是 多元主体 多元主体 及其分配 关系的 这个分析 我们刚才 这个 谈到的 这个多元主体 而且这个 从政策层面上来讲 它也提出了 我们要 关注这个 多元主体的 这个问题 你看发格委 高清师的 这个数据技术 这种 入港观点里面 也提出了 这个问题 我们看到 从生产环节 和流通环节 会涉及到 这么多多元主体 这么多多元主体 如何协调好 这些多元主体 这个关系 这个是一个 很值得研究的 一个 研究的一个 问题 基于这个 生产环节的 基于生产环节的 这个收益分配呢 还有这个 这么一些 这个具体的 这个这么一些 具体的问题 比如说 这个 从数据内别 来讲的话 我们可以把它 分为这个 个人数据 企业数据 和公共数据 就是从它的 来源来讲的话 到这种画风方法 太粗糙了 我觉得啊 这种画风方法 很粗糙 简单粗暴 其实不能说明 任何问题 我也在琢磨 对这个数据要素啊 这个 这个画风的方法 是不是要 进行一个 优化和改造 就从它来源来讲的话 你这么一个 三个这个 大的 主体的 来源 就是平台方 和你的数据的 来源的 主体之间 这 它这个权益 怎么一个配置 第二个 就是数据的 贡献部门 包括这个 数据劳动者 等等 它和数据的 经营部门之间的 这个 收益 怎么分配 基地机制 怎么建设 它这也是 这也是一个 一个大的 这个问题 具体 在具体来说 我还在思考的 这个具体来说 就是基于这个 流通环节的 收益分配 基于流通环节的 收益分配 有几个问题 也是值得去研究的 第一个就是 标的的类型 是吧 我们那个 流通环节的 这个标的 其实刚才我 讲到的 我在讲那个 数据要素定价的时候 也讲到 那个我们的 数据要素的 这个一些内别 和标 和那个 数据产品的 这个 的形态 就是说 数据值 数据集 数据目录 或者数据元件 数据服务 基于双法 转化为这个 支持的这个要素 还有这个 基于价值评估 转化为了 资本的这个要素 这些那个 不同的 标的 它那个 分配的这个 方案和分配的 这个机制 怎么设置 这个是这个 是值得 这个 值得去研究的 一个问题 第二个就是 创与的路径 你要去分配 我得去 创与 你创与的路径 你通过什么路径 创与进来 这个进行分配的 目前我们来看的话 有这么一 这么一 这种路径 一个是 数据的授权进行 就将这个 数据特取 金融权 或者授权给 美国企业运营 比如说 上海诚意的 这个 上海数据集团 他将 承担这个 上海市 公共数据和 国企数据 其他社会数据的 这个 授权的运营 第二个模式 这个 数据的入股 就是将 生产要素 作价入股 参与这个 收益分配 数据入股 已经出现在 地方政府 在这个数据 经济发展的 相关的立法 和在行动方案里面 属于资本化的 这么一个阶段 第三 这个数据指压 数据这个 算法 加根后 原创性 高价值的应用 它这个鲜明的 智力成果属性 它具有鲜明的 智力成果的 这个属性 数据指压 融资 已经在一些地方 也开始试点了 比如说在浙江 浙江就发布了 这个首个 数据知识产权 指压服务 这个规程 第四个途径 这个 数据联盟 就是数据开发 利用那个 利用数据互补的 这种联盟组织形态 建立这种 垂直性的 国企主导型的 以应用方向 为导线型的 那边的这个 数据联盟 这是 这个渠道 再一个就是 数据空间 或者叫 数据俱乐部吧 就是农土企业 牵头 联合 产业链 上下游的企业 平台企业 服务企业 通过 应用饮食计算 全程数源等技术 建立这个 数据可信 全程可控 另高效的 数据流通 共享和 协同应用的 这种环境 这也是 这个 参与这个 一个途径 就是 你参与的 途径不一样 你的分配 的方式 它肯定 也是不一样的 还有一个问题 就是 数字能力 就是 你的 数字能力 怎么样 对你的 这个 收益的分配 也是会 产生 产生影响 的 就是 表现在哪些地方呢 比较在你 你数据的 这个 供给能力 数据的 供给能力 你基于这个 具体的 这个场景中 某类数据的 可提债性 不可 不可或缺性 增量增值 受市场结构 信息 对生性的 因素的 这个影响 第二 你的渠道的 拓展的能力 包括 你成熟的市场 和开拓性的市场 供需对接 供需对接 场景对接的能力 它都能 都能够影响到 你的数据的 这个要素的 这个 收入的分配 第三 你算法 开发的能力 第四 你平台运位的能力 第五 你安全 安全的技术 的这个能力 等等 这 不同场景中 各方对 场景的 熟悉的程度 开发的经验 数据的积累 风险的 承受 等能力不同 可投入 贡献的 资源不同 通常 将能力 以不同的方式 组合这个输出 各方可变的 能力要素 将 应对这个 具体场景 贡献度不同 它会这个 在其中 能够这个 占据的 分配的份额 它 分配 赋予它分配的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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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权重 它肯定 也是 也是不一样的 这是一个 这是 我的初步的 一个 思考 这个PPT上次 给 稍微 讲过 您讲过一下了 这个PPT 我现在再拿过来 就是 我的几个 成熟的 这个观点 是什么 一个这个 数据要素的 分配啊 它和以前 不一样 它是一定 是要有 制度的设计 和技术 应用 两条腿 才能 共同发挥作用 以前我们的 其他的生产要素 肯定更多的是 靠这个 制度的设计 规则的制定 那现在来看的话 数据要素 这个问题啊 算法 这其中啊 它能够 要发挥 重要的作用 具体来讲 那算法 你到底怎么个 算法它里面 背后也有规则嘛 你这个算法 你怎么能向上 怎么这个 把这个技术和 规则 很好的这个 结合起来 这个是指的 去研究的一个问题 第二个 我刚才讲到的 就是我们用了 两个视角 三个层次 来讲这个问题 目前呢 这样的话 嗯 这红光视角的 这个三个层次 上次分配这个制度 我们还需要 这个进一步的 去深化 去研究 进一步去深化 第三个关联呢 像是 这里面的 所有的数据 刚刚讲的这个 公共数据 个人数据 这个和企业的数据 我是不太主张 公共部门的 这个数据啊 是拿来进入市场 进行交易的 公共部门的数据呢 它应该是要这个 以开放和共访 共享为主 进入这个流通 这个渠道 即便是有些数据 是公共部门的数据 用于交易的话 这个交易的所得 应该是归这个 中央财政 而不是归这个 某个部门 如果是说 你公共部门的数据 交易完了以后 就归你 归你自己的话 我觉得会有 很多这个隐患 如果是说 这个你中央的 你交易的数据 又不归他个人 完全归中央的话 可能他积极性 也会受影响 怎么来建立一个 比较合理的 这个分配机制啊 这个也是指的 指的去研究的 一个问题 再第四个就是 这个数据 是个劳动产品 这是那个 波士纳的 那个基金市场里面 专门有一张 讲的这么一个问题 就是在这个 数据要素的 分配过程 这个里面 呃 我们作为社会主义国家 我们以人为本的 这么一个 执政理念 怎么样体现出 这个 呃 分配 倾向于 劳动 劳方 而不是这个 倾向于资方 这么一个 制度设计 我觉得还是 很有必要的 最后一个就是 供陷度的这个 供陷度的这么一个 确立的这个问题 供陷度的确定问题 你说国外有些 学者有研究 比如法国的 法国的这个 学者的 的提出的这个 应当以 实证权 应当以实证权衡 这个数据创造和 使用市场 谁更重要 从来确定个人和 企业在 数据产权 分配中的地位 你已经有一些 研究吧 当然我不管怎么样 我觉得我们 国内的这个 学者 关于这个 这个问题上面 应该要发出我们的设议 要我们国家的 依据我们国家的 国情啊 对这个 数据要素的 分配这个问题啊 要提出 中国的这个方案来 这是一个 这是一个 我的一个 初步想法吧 最后这个 最后还有 还有一个 结束语吧 数据要素的 这个分配的问题 我思考 有这么几个 研究方向 从大的角度来讲的话 我们是要坚持这个 问题导线型的 这么一个思维方式 二大报告里面 专门用一段 简这个问题导线型的 这么一个思维方式 我们现在的 很多学者啊 在做研究的时候 这种问题导线型的 这种思维方式 问题意识 不是特别浅 这是好多这个 为了做学位而做学位 做研究而做研究 为了发顶康而发顶康 我看到有很多 这个顶康上面 经常是那个 做的是这个 用的国外的 理论和模型 套的中国的数据 证明了一个 富有皆知的道理 或者证明了一个 富有皆知的观点 这种文章 在一些顶康上 占的分量还不少 所以我 我不是说这个 我们一定是要 仅仅跟着政策走啊 我的意思不是说 我一定 要我们的研究 跟着政策走 我们的研究呢 你最好是能够 超越政策 上五年 那是最好的 这个研究 而不是说这个 呃 完全这个 政策说什么 我就去做什么 当然这个 嗯 目前呢 看的话 在数字经济 这个领域里面 政治上的 很多的东西 它比我们理论上 比我们理论上的 一些这个 呃 一些观念和理念 还还超前了 我们 那市场 更不用说了 市场上呢 做了一些事情 比我们理论界超前的 那太多了 所以我们 理论界这个 我想这个 首先应该要 赶上市场 和政策的 这个步伐 然后最后是要 带着前列的 这个问题意识 超越市场 和政策 呃 现有的一些东西 能够真正的 做到理论 直到实践的 这么一个效果 那是我们最好的 这么一个效果吧 就 数据要素 分配这个问题呢 我觉得 从理论上来讲的话 一个就是 数据要素的 分配的内行 和 构成 这么一个 大的问题 是只去研究的 具体的 我就不 我就不 不一一的 这个阐数 我看时间 差不多了 这个营超市了 第二个就是数据要素 仓余收益分配的 模式和机制 这个是 值得去研究的 这里面我列了几个点 第三个就是这个 数据要素 仓余收益分配的 原则模式 和实施路纪 这个方面 我也列了这个 我列了四个点 这是 我 如果是我来做这个 以后我来 呃 我和我的团队来 做数据要素 分配这个问题的话 我会逐步的朝着 这个 我今天 无私的奉献 给了这个 山西老师 这个团队的 这是研究方向的 这些点去 去 去做一个探索 另外就是 从方法上来讲 最后一个 就是从方法上来讲 从方法上来讲 这个 嗯 山西教授的 这个团队 他是 具有这个 非常前的 这个比较优势的 刚才我在 讲的过程中 我也谈到了 目前对于 数据经济 和数据要素 这个问题的研究 技术的这个应用啊 显得越来越重要 你说 比如说这个 博弈论 模拟 模拟 模拟分析 这个 情景分析啊 这就是 都是山西老师 这个 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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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强项 这此之外呢 这个 我们学校里面 这些老师们 一定要走出校门去 走出县丫塔 多去调研 多去这个 从案例入手 从别人的案例入手 去做分析研究 因为你在调研过程中 你会 通过访 你会得到很多 新的这个体发 通过案例的眼睛 你会得到新的 新的这个 也设想吧 从改造我们的 研究方法 然后在 发挥我们 这个研究的 这个比较 优势 你上期团队 你的技术 你流逼 你那你发挥 你的优势 我们这边团队 可能我在 在这个 思想理念上 比较有优势 我发挥 我的这个 优势 如果是我们两个团队 还能进行合作 那就更好了 可是 从研究的角度来呢 这个问题 从研究的角度来是 宏观和微观 这两个视角 我觉得还是能够 就我自己来看 还是能够立得住的 因为宏观上面呢 怎么来研究这个问题 微观上面 怎么来研究这个问题 微观上面 我觉得是 怎么从价值导线入手 然后这个角色的分配 数据的分类 场景的分层 这么一个 这么一个逻辑 特别是要有这个应用场景 以这个应用场景为重点 把这个 数据要求分配的 理论啊 模式啊 机制啊 都这个 认证清楚 这就是我 这就是我今天那个 做了这么一个分享 这个超了几分钟吧 嗯 好 谢谢 谢谢 谢谢那个欧阳老师 非常感谢 就是非常非常具有 信息含量 非常精彩 你们有特别多的 非常精彩观点 以其非常严谨的分析的 这么一个讲座 我觉得您有特别的 谢谢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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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